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阿N与阿N的频道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令人很不开心的消息 就是林超荣,我们俗称的超人,很不幸地在今天世世了 林超荣,生于1961年12月14日,出于2023年12月12日 我们大家都喜欢叫他超人 他身兼诗仪、主持人、香港传媒人、电视、电影片剧 和创作人,很多职务 他为人幽默,喜欢扮鬼扮骂 林超荣是广东江门台山人 他的太太就是著名的时事评论员阿屈荣言 他在香港浸会大学,以前是浸会学院的中文系毕业 小学就是阿斯里维里小学 而中学就是荃湾的圣方济中学 有鬼马创作人 或者头条超人之称的林超荣 是香港和华语影视界的著名编剧 无论是新闻节目 中艺节目 电视剧 电影 舞台剧 还是广告 广播剧 林超荣也曾经涉猎过 是香港数一数二的金牌编剧 林超荣以创作综艺节目出身 私从大师级的喜剧创作人黎文卓 在全球最长寿的综艺节目 《欢乐今宵》 和一系列的TVB 大型节目之中 他都担任创作人和编剧而闻名 他曾经参与和创作的 包括有 《白金巨星要补梁》 《香港小姐》 《开心主流派》 《万千声威何台庆》等 这些综艺节目的创作 也领涵 和担任每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场》中 的私宜广告 和嘉宾颁掌词的创作和编写 林超荣的《创意十足》 主张以天马行空的各种形式 和搞笑脆怪 针对时弊的方式 撰写一些小品的喜剧 和诗意的广告 林超荣曾经就读 《阿斯利·卫里小学》 和《荃湾盛放制中学》 并且在1986年 获得香港浸会学院 中文系的荣誉文贫毕业 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的会员 在1990年代初 因为接替曾志伟 主持和编审 《开心主流派》这个节目 而一炮而红 被亚洲电视 升为监制和创作顾问 并且担任长剧 《难兴难帝》 《1991》的编审 后来他曾经 任无线电视 和电影编剧 作品有 《笑声救地球》 《中环英雄》 《漫画奇俠》 《明月照尖东》 《溺咕溺咕对对碰》 《省思》 《超级旅景》 《特异功能声求人》 《妖魔道》 《老表我来也》 《不扣柳的女孩》 《人世鬼大之三个轻说的少年》 《豪情概天》 《冠蓝》 《刺灵》等等 《监制作品》 《十分钟情》 《电影编剧作品》 《低族喜剧》 《香港电台电视部监制》 和《编剧作品》 《穷爸爸》 《笑爸爸》 和《燃眉之情》 《霓虹灯下三个星》等等 以匿称超人 担任商业电台第一台 18楼私座 的编剧多年 并且为香港电台 《头条新闻》 现存的元老级主持人 在2007年起 他主持香港电台第一台节目 《开心日报》 直到现在 亦都是《撩新闻台》节目 《说三道四》 以及《亚洲电视香港乱说》的主持之一 在《明报》 和《快周刊》 亦都是一个专栏作者 现任是面包台台长 兼电影男女主持 做主持人 林昭榮的师傅 是香港著名的创作人 黎文卓 她的配偶 是资深的传媒人 屈永賢 她育有三名 三个女儿 曾经一度背着女儿 遗弃九只 三名女儿一夜找寻不果 在2016年 林昭榮首次执导电影《江湖悲剧》 在9月1日 刚刚在香港上映 但是就恶平如潮 票房非常之差 截止到9月3日上映的第3日 只得3409人买飞捧场 其中包括很多是看不下去 中途离场的观众 这种惨得有人在网上买票都没人要 观众更加讽刺这部名 应该叫做 直接改名叫做电影悲剧 在2023年12月10日 经过她的好友沈西成 在网上公告 林昭榮 是因为血癌病逝 享年61岁 林昭榮 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 她曾经做过的节目 做过的编审和监制过什么节目 在电台方面 在2011年 她在香港电台做过 《开心日报》 在2003年 在商业电台做过《危险人物》这个节目 从1994年到1997年 在商业电台 做过《成人知己》这个节目 从1994年到目前为止 另外 她亦都是商业电台 《18楼私座》这个节目的 监制和编审 此外她亦都是《香港电台》《开心日报》这个节目的主持 至于在电视台方面 她曾经做过《香港电台电视报》的《头条新闻》 另外在2012年 她亦都是 做过《香港电台电视报》的另一个节目 叫做《首语随上曲》 至于在以前的《亚洲电视报》 她曾经做过以下的节目 是2001年的《女人.com》 1993年至1995年的《周末大本营》 另外亦都是1993年至1995年的《周末摔国大狂热》 另外就是1993年至1995年的《日本100分》 另外1989年至1991年的《笑足1800秒》 1989年至1992年的《开心主流派》 以及2008年至2009年的《香港联谊》 而在无线电视 她亦都做过一个节目 叫做《笑声救地球》 此外 在有线电视 而在2003年做过一个节目 《我们都是父母》 另外同样是2003年 另一个节目 《娱乐十点半》 《陈家上的电影世界》 在2007年至2009年 就做过另一个节目 叫做《路人百月丙》 此外她在美亚电影频道 在2007年就做过一个节目 叫做《电影超力量》 此外在网台《迷米香港》 在网台《迷米香港》 至于电影方面 她曾经做过以下这些电影 是1992年的《超级女警》 1993年的《挡不住的痴风情》 2009年的《死神傻了》 2010年的《翡翠明珠》 2012年的《低族喜剧》 2013年的《奇幻夜》 2014年的《大华天仙》 以及2017年的《江湖悲剧》 此外 她也有以下这些理力 包括 香港电影编剧家协会的会长 香港图书馆电影创作方 主持的导师 是由2007年4月至6月 澳门文化创意产业促会 电影分析及剧本创作导师 在浸会学院文化素质学院 编剧课程导师 就是2004年至2007年 此外 2007年至2008年 她担任浸会大学全理系的 《《导师声》 电影编剧课程讲师 《江湖悲剧》 2007年至2009年 她担任浸会大学全理系 《喜剧原理及创作石士班》的讲师 在2009年 她担任香港公开大学 洞督笑創作及表演班导师 2004年至2009年 就是香港公开大学影视剧本创作班导师 2007年至2009年 他担任特区政府海关高级训组 训练课程导师 这个题目就是《管理人的逆境对策》 2006年至2009年 他担任这个岭南大学中文创意写作班的导师 同时他也参与了教协举办的亲籍作家计划 也出席过全港五十家中学的讲座 教授《创意幽默思考法》 他经常出席全港各中小学的家教会 举办的《幽默对抗逆境》这个讲座和亲子讲座 此外 这个海提会举办的2009年 《幽默对抗金融海啸心法快乐》讲座 他也参加过 超人的著作有以下这些 继续玩借懂建华 我挺懂失败了 男人的造和女人的爱 少女情怀是痴 藏和他的爱情故事 超人灵感 后董时期通色时事点修科 宜家男人 头昏不遂 省钱秘笈 超人尋英 港古一代男 港古二代男 人世诡大 头条新闻小小说 绝巧闯天关 五月无家 六七印象 笑爆料 和这个《狮子山下人情画》 好 今日和大家 报道这个 林昭榮逝世的消息 和总结他的生平 和履历 和他一些生平的创作 讲到这里也都讲完了 多谢大家收看这个节目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 请大家留言点赞 和分享 也希望大家 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阿N频道 好,拜拜